而且这三图国报真理就在面前 我们看看出生头 许许多多的出生 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他的财产 他的家园 所以到家里来投胎了 佛宝大的变成家里宠物 佛宝小的变成家里当差的 看门的 细心观察了 我们能看得到 觉察得到啊 你这个多可怕 得个投胎出生生算不错了 如果在墨桂岛 他的幽灵 他弟弟八十 也舍不得离开家 我们在美国洛杉矶住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跟我们一起住在大拉斯 他的岳父岳母 住在洛杉矶 到洛杉矶玩去看他们 那就在前几天 时间距离很近 他的老岳父 买了一栋房子 栋房子鬼屋 原来房子的主人死了 那个魂牌没离开 晚上睡觉了 听到房子 他两层楼房 有走路的声音 座椅推动的声音 常常有 第一天下午 洛杉矶是这个常夏 很热 在浴室里洗澡 他就觉得有人推门 他就问是谁 结果听到声音 他说到他的名字 把他吓坏了 衣服裤子都没有穿 就往外面跑 白天遇到鬼 那讲的没错 就是前面这个房子的主人 死在那边 跟我们讲起来 一点都不假了 没离开 这是谈恋 地狱道 我们是见不到 没有 不造地狱罪 也见不到地狱 造地狱罪 地狱罪业 没有现前也见不到 见到的时候 就麻烦了 见到就进去了 所以善我的标准 要知道 知道之后 要坚持 一定要去做 绝对有好处 绝不要贪图 眼前的享受 眼前 尤其是佛弟子 佛弟子 真正觉悟 我这两天看 南传的法剧金 写得正好 完全是寄送 全都是讲 我们日常生活 佛弟子 要给社会大众 做榜样 做母分 这个事情难了 释迦牟尼佛在世 追随他所有的弟子 真的 是给社会大众 做榜样 是尊自己 带头 把持戒 苦行 做出来 这个是修道 得到的基础 以前都是走路 大伙人家 才有车马 自家里 有马 有车 平民 没有 都是走路 那么现在 平民 有公共 汽车 逮捕 我们 出修佛的时候 天津 坐巴斯 走路 大概 半个小时之内的距离 我们是走路去的 半个小时之 以上的时候 我们坐巴斯 不但我们是这样的 老司也是这样的 老司去上课了 去讲经了 也坐巴斯 没有钱 那么现在 人民富有了 家家都有车 这就方便多了 可是 我们依然看到 坐巴斯的人不少 每一个巴斯站 看到排队 就知道了 我的一个在家老师 周王道老爵士 虔诚佛教徒 在台湾 考试院 考试部的部长 跟他老朋友 邀请他去坐 政务次长 中原的第一业副部长 那他家有车子了 这公家 赔一辆 叫车给他 家里给他 撞了电话 考试部 附近 这个人老实 厚道 家里这个电话 外面打来的 可以接 不回答出去 自己有什么事情 打出去 到巷口 有公共电话 到那边去打 为什么 不能让国家放父亲 大概全世界 这样的官 我们只看到一颗 没看到第二颗 出门 私事 做巴士 公屋 做国家配合的 这样去 他能做到 一生不变 家里生活 家里全家吃长素 生活非常借鉴 省下来一点钱 寄到家乡 老家 老家 还有亲戚朋友 比他更苦的 这就帮助他们 这就帮助他们 妇人 念佛往生 我跟主位讲过 见到地藏部上 往生火花 三百多口舍离 瑞相细悟 这是一个 真正懂得 修身 重复的人 奉公 守法 确实 我们要常常 把这个事情 做报告 这是政府 公务人员的 榜 国家的官员 都像他这个样子 这个国家 哪有不兴旺的道理 世界哪有不太平的道理 过人要守住 过人的本分 这个重要 现在这些事情 没人跟我们讲了 我们在学 学习的时候 在我们那一代 六十年前 老四肯说 朋友当中的好朋友 也可以说 还能听得到 现在没人说了 不敢说了 说了变成仇人 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 就开始了 交通 我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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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之后 我那边